我是戴球跑文的深情男二 即便我对女主再好在深情 对她同男主的孩子再视如己出 她心里照样只有那个 把她伤得遍体鳞伤的男主 在她又一次忍不住偷偷去找男主的时候 我知道 自己该放手 可看着我和恶毒女儿越走越近后 她却后悔了 晚上八点 江宁月回来了 她喝得醉醺醺的 连路都走不稳 一回家就栽倒在我怀里 我心疼坏了 忙不迭地到厨房 给她熬醒酒汤 她撑着下巴 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笑得眉眼弯弯 裴泽 我就知道 这个世上只有你 对我最好 她看我的眼神好深情啊 只不过是将我认成了另一个人 心就像撕开了一道口子 冷风哗啦啦地往里灌 疼得厉害 其实疼着疼着就不疼了 结婚六年来 我都已经习惯了 她心里有一个忘不掉的人 我早该知道的 江宁月皱着眉说 脸上难受 我压下心中的酸楚 上前为她卸下脸上的妆 对我来说 她的感受永远是第一位 一个小身影 狠狠地撞开了 我刚伸出去的手 别碰我妈妈 裴熙站在江宁月身前 这个被我一手带大 视如己出的孩子 用充满厌恶的眼神看着我 妈妈已经给我找到爸爸了 你这个恶心的老男人 别想再占我妈的便宜 我的心如坠冰枯 你是这么看我的吗 我脸色发白地问 裴熙一开眼 表情有些心虚 可有些话 即便不说出口 在场的人也依旧心知肚明 我闭上眼 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 裴熙是我一手带大的 便是江宁月这个亲妈 也没有我对她来的关心 当年江宁月未婚先孕事发 闹得满城风雨 她哭着来求我 宋言哥 我不想打掉我和裴泽的孩子 你帮帮我 你帮帮我好不好 只要你娶了我 那些人就不会骂我 不知检点了 我从小喜欢的姑娘啊 低声下气地来求我 我怎么舍得的呀 我站出来承担所有的骂名 江宁月照样是干干净净的 裴熙出生后 江宁月既没有让她姓宋 也没有让她姓江 反倒是让她姓裴 跟她那素未谋面的父亲一个姓 我知道江宁月对那人旧情难忘 就算心酸 我也总觉得日久见人性 我对裴熙示弱几初 手忙脚乱地学着当一个好父亲 我生怕他们跟了我之后会受委屈 只想着赚更多的钱 能让他俩过上好日子 可我没有想到 这些在裴熙看来 却是我借此邪恩图报的证据 软刀子割人才疼 只有亲手带大的孩子 才知道怎么说最伤人 宋言 小夕她还是个五岁的孩子 你别跟她计较了 江宁月淡淡地道 醒酒汤的作用很好 她早就清醒了 我看不出她在想什么 甚至没有勇气问她 是不是也在心里面觉得 我这些年的付出 是在邪恩图报 爱能让人变成胆小鬼 我怕自己一说出口 就会彻底失去她了 月月 你饿不饿啊 我做好菜了 你要不要尝尝 我围着江宁月团团转 像一只想讨好主人的小狗 她下意识地将小夕护着身后 然后蹴着眉 表情不悦 宋言你什么意思 这菜都凉了 你还想让我吃 这才发现 一桌子的菜早就凉了 我有些拘谨地低下头 对不起 月月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本来打算 宋言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点 这样扭扭捏捏的 天天混在厨房给我做饭 像个老妈子伺候 有什么初想 看着她脸上 越发不耐厌烦的神情 我只觉得心慌 月月 你不喜欢的话 我下次就不做了 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我像是 被主人踹了一脚的小狗 焦急地围着她团团转 想上前却又怕她更生气 只能围着她呜呜叫唤 不用了 江宁月一点一点抽出手 以后不要做这种事情了 就算我们已经结婚了 可是你知道的 我只把你当成哥哥 而且宋言 她突然转头看向我 笑容甜蜜 宛如热恋中的少女 我今天见到她了 我的脸一白 甚至没有勇气去问她 是不是要抛下我了 热闹的客厅 转眼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凉掉的饭菜 被我一口一口咽下 明明是还算不错的味道 可我却觉得 味同嚼辣 怪不得她不喜欢 不管是这一桌冷掉的菜 还是我 江宁月一直觉得 我没出息 每天下班 回家为他们下厨没出息 每天围着她打转没出息 对她一副没有脾气的样子 更是没出息 她太讨厌 我这副将 她是做一岁珠宝照顾的样子了 可她忘了 没有人生下来 就会照顾人的 是为了照顾江宁月母子俩 我才一点一点 开始摸索学会这些的 就这样吧 我想 做人不能太贪心 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日后注定要分开 我已经短暂的 拥有过她一次了 就这样一点一点 看着她离开自己 这样也挺好的 我摸摸自己的心脏 那里传来迟缓的 连绵不断的疼痛 妈咪 裴叔叔就是我真正的爸爸吗 小夕 还叫什么裴叔叔 记得要叫她爸爸 那以后 我们和爸爸 是不是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当然了 我们很快就能和爸爸 一家团聚了 我听到门外的江宁月 这么对小夕说 那么欣喜 那么期待 听上去她真的很喜欢 小夕的生服 我苦笑 宋妍 将宁月诧异地看向这边 我注意到 被她下意识 护在身后的小夕 刚刚啪出去 让她们感到难堪 如今倒是让我感到 进退两难了 我收拾好内心复杂的心情 轻轻地N了一下 你就是宁月提过一嘴的好心 照顾她的好 哥 哥吧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出现在我面前 我是裴泽 小夕的生父 这六年来 麻烦你照顾月月和小夕了 不过 现在我找到她们了 你也该退场了 这张经常出现在 在网上的俊美脸庞 漫不经心地打亮了我一眼 眼里带着不易察觉的亲面 漫不经心地宣誓主权 用金钱堆砌出来的贵气 一看就像是同我两个世界的人 她站在江宁月和小夕的身前 看上去就像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好像这六年 陪伴在江宁月母子身边的 一直都是她 我茫然地看向江宁月 我想 她只要有一点点的不情愿 我都会不会放手的 可江宁月心满意足地 依偎在裴泽的怀里 满心满眼都是她 就连小夕 眼里也只有这个初次见面生父的影子 强忍着心中的酸楚 我伸出手 空中好像响起了一声 若有若无的吃笑声 裴泽须须地握了一下 手还没碰到 就迫不及待地收回去了 她抽出手帕 将自己的手 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 好像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 江宁月尴尬地笑了一下 下意识替她找借口 宋言 裴泽不是故意的 她就是这样的性子 你不要介意 她小心翼翼地 生怕伤到我脆弱的自尊心 可她不知道 比起她这副迫不及待维护裴泽的样子 她不自觉于我疏远的态度 才让我感到难过 我不想再看 这副狼情惬意的一幕 刚想转身离开 却被裴泽拦住了去路 她给我递过来一张支票 宋先生 我知道 月月只把你当成哥哥 不过我的女人和孩子 还是我自己亲自照顾比较好 这是五百万 就当作是这六年来你 照顾他们的辛苦费 免得有些人老是在心里头惦记 不是自己的东西 裴泽冲我笑了一下 带着无声的挑衅 宋先生还是收下这笔钱比较好 毕竟 这是你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裴泽的确很有钱 她是经常出现在商业频道的金融大鳄 五百万对她来说是九牛一毛 她可以轻轻松松拿出来送来 而我只是月薪五万的工薪阶层 看似很多 可却挡不住江宁月随手一花 我知道 自己不是个好选择 可裴泽更不是个好选择 她花心又烂情 私下情人众多 如今对她怎么好 也不过是因为裴熙是她唯一的儿子 她根本不会好好珍惜她的 最后只会被她一次又一次 伤得遍体鳞伤 六年前 被她因为裴泽未婚先孕 仓皇无措样子 仿佛就在眼前 我根本做不到 眼睁睁地看着她 一头扎进裴泽那个深不见底的深渊里 可是话到嘴边 我却选择了住口 因为我看到了江宁月的眼神 她冷下脸来 无声地警告我 不要试图插手她同裴泽之间的事情 虽然宋叔叔对我和妈妈很好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爸爸 裴熙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 她的表情天真又无辜 可说出口的话 一点都不像一个五岁的孩子 她其实和她的亲生父亲很像 就连往别人心口捅刀子的动作 也如出一辙 爸爸已经找到我和妈妈了 宋叔叔那么爱我和妈妈的话 一定不会破坏我和妈妈 来之不易的幸福的吧 就连裴熙这样一个五岁的孩子 都觉得跟我分开 是最好的选择 我突然笑了 用温柔的 眷恋的眼神看着她 月月 跟她在一起 你会感觉到幸福吗 江宁月有一瞬间的沉默 可那沉默转瞬即逝 快的就像是我的错觉 能和自己爱的男人在一起 会不幸福吗 她说 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手指微微蜷缩 我有些干涩的开口 这么多年来 你就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吗 江宁月撇过头 好像有些难为情 宋言 你别这样 我是很感激这六年来 你对我的付出 可我真的只把当成哥哥 心脏好像空了一块 说不出是什么感受 我想 该放手了 自己该明白的不是吗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一开始就是错的 之后再怎么努力 也是没用的 可是真的舍不得啊 我用视线一点一点 细细描绘着江宁月的面容 是真的喜欢啊 第一眼见到 就喜欢的不行 还未分别 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见面 是想要跟她 共度余生的喜欢 她说要嫁给我的那天 我高兴得整宿没睡 生怕这只是 自己做的一场美梦 那时竟真就天真的以为 自己能和她有一个未来 可是 梦终于有碎掉的一天 江宁月受不了我这样看她 紧盗地盯着我 宋言 看着她生怕 陪泽误会的模样 我苦笑 江宁月 我们离婚吧 心脏传来 撕心裂肺的疼痛 话说出口的瞬间 我只感觉到松了一口气 最起码 最后离场的时候 还是能给自己 留一点体面的吧 江宁月愣在原地 她用一种陌生的眼神 打量我 宋言你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 用这种冷漠的语气 冷漠的语气 对她直呼其名 她猝着眉 有些委屈 手心被掐出两个月牙 我垂下眼眸 装作冷漠的一开眼 不是不心疼 只是我知道 既然选择了要放下 保持距离对我和她 才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 裴则不会希望 我和她太过亲密的 江宁月胸口堵着一口气 行啊 反正我本来就打算 要跟你离婚的 既然你先开口了 那咱们今天就离了吧 她把离婚协议书掏出来 甩在我脸上 我没有动 江宁月好像松一口气 宋言 我知道这是我对不起你 我可以给你一段时间好好考虑 不用考虑了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拿起笔 没有一丝犹豫 沉默地签下我的名字 宋言 江宁月咬着下唇 忍不住出声 看着她为我平平失态的样子 我又忍不住没出息地想 起码 她还是有一点舍不得我的 宁月 你今天好像有点奇怪 裴则才是她心中的第一顺位 见她误会了 江宁月立马抛下一切 去跟她解释 不是的 阿泽 你别误会 裴则漫不经心地拍拍她的脸 我知道的 你只是 有点不习惯 毕竟谁没了任劳任怨的保姆 都会不习惯的 我没有生气 这六年来 骂得比这更难听的话 我也不是没听过 更何况 她也没骂错 在外人看来 我可不就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保姆 还是免费的那种 裴则见我没有反应 就像一个窝囊费 顿时没了挑衅的兴致 就连看向江宁月的眼神 也少了几分的热度 抢来的东西 总是要格外不一样的 对她来说 江宁月就是她从别人手里抢来的战利品 可要是前一个拥有者 跟她不是一个档次 那就算是抢来的女人 也跟她其他的情人 没什么区别 毕竟一个成年人 不会因为抢了一个小孩的棒棒糖 而感觉到自豪骄傲 因此 她很快就冷淡下来 既然签好了离婚协议书 那就把离婚证给领了吧 江宁月没有感觉到她的冷淡 可我却看到了 她眼底的轻慢 我抿着唇 下意识地想要提醒她 可话到嘴边 还是被我咽下了 因为她似乎是乐在其中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更何况 我已经没有立场说这种话了 江宁月最后带着新鲜出炉的离婚证 跟裴泽走了 连着一起被带走的 除了他俩的儿子外 还有那张被我拒绝的支票 本该热闹的屋子里 终究又只剩下我一人了 超市里面三十块钱一打的啤酒 东倒西歪地散落在地上 我靠在沙发上 醉得不省人事 只是蜷缩在这个 我一心打扮的小家里 像个胆小鬼一样 久到喜欢她都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以至于真的下定决心 要跟她分开的时候 过往的回忆 就像是影子一样开始缠上我 我第一次知道 戒断反应原来这么难熬 我活得醉生梦死 颓废得不成人样 可有人比我更难过 当孩子一蹶不振的时候 母亲才是最难过的人 我妈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 江宁月跟我离婚的消息 从老家千里迢迢地赶到A室来看我 看着一蹶不振的我 她又恼又气 你看看 你现在这样子 早知道最后是这个结局 从一开始 我就不应该让你娶她 我妈是这世上最爱我的人 可惜 我是一个没用的儿子 只会让她担心 最后 她抱着我 哭得不成人样 算妈求你了 小妍 妈救你一个儿子 咱们别喜欢她了好不好 看着她疲惫的样子 我鼻尖犯酸 好 你就是我的相亲对象 宋言宋先生吗 看着对面 艳光四射的姑娘 想到等会自己打算说的话 一股愧就敢油然而生 不好意思简小姐 其实我并不打算相亲结婚 这才来 只是为了应付家里的长辈 自从我答应我妈 要忘了江宁月之后 我妈就开始迫不及待地 给我安排相亲 在她看来 忘不了一个人 全是因为见过的人太少了 只要我能立马开展下一段感情 那她就能扛着锄头 将江宁月连根带土地 从我心里刨干净 可自己的情况自己知道 追逐江宁月的那六年 早已让我身心俱疲 就算已经打算放下她了 我也没有勇气 开展下一段感情了 更何况 我做不到另一段感情 当作疗伤的手段 这对那一个女孩来说 根本就不公平 也许就像江宁月说的那样 我本身就不讨人喜欢 所以才留不住喜欢的人 所以就更没必要拉一个 无辜的女孩子下水 对我来说 孤独终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以为把话说之后 这位简小姐 会很快就对我失去了兴趣 可我对你很有兴趣啊 简小姐捧着脸 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怎么 你看不上我呀 一张毅力的面庞 突然凑近了我 我有些惊恶往后仰 简小姐长得很好看 她年轻又漂亮 事业有成 家世也相当优异 一点都不想是要沦落到靠相亲 来解决这种终身大事的地步 尤其是她的相亲对象 还是我这种离异男 难不成 她是被我妈忽悠瘸了 想到有这种这个可能性 我立马就坐立不安起来 强烈的愧疚感 让我忍不住出声 你难道 不知道我的真实情况吗 无论是刚刚离婚 还是其他的情况条件 我都没有隐瞒的意思吧 难不成 这姑娘的眼神不是很好 我难得为一个陌生人 感到忧心忡忡 然后我就听到了 她理智气壮的声音 我就是想看看 那个被江宁月忽悠了六年的冤大头 到底是谁 我默默地低下头 简微微眨了眨眼睛 你生气了 你那位小青梅 抢了我的连姻对象 我都没生气呢 简培两家正伤讨着连姻呢 你那位小青梅 就带着她的儿子 上门打我的脸了 抱歉 即便还没有反应过来 她在说什么 我也依旧下意识 把江宁月身边的错 全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你这人 还怪有意思的 简微微突然笑出了声 她捧着脸 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我呢 也没有喜当妈的爱好 江宁月害我没了连姻对象 既然你要替她道歉 那你就把自己赔给我好了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男人 只是想找个合作对象 协议结婚而已 我觉得 你就是个很不错的结婚人选 我 你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 你比培泽那个 想要我年纪轻轻 就喜当妈的家伙 顺眼多了 她故作深沉地叹了一口气 我既不想年纪轻轻 就多一个五岁的好大 也不想被培家这样的吸血虫巴上 这样的话 还不如自己 去挑一个看得顺眼的合作对象 毕竟好歹是 接下来几十年要朝夕相处的室友 不挑自己看得顺眼的 我以后会想吐的 明明是个临时起义的念头 可她却越想越觉得 和自己的心意 毕竟宋元长得 在她审美点上 出身普通代表以后 她才是一家之主 一拿捏一个准 绝对不会出现 明明撕破脸了 却还要因为家族面子 两人无法分开的情况 反正 她都那么有钱了 还不允许自己体会一下 富婆的快乐吗 她就想把漂亮男人 当成花瓶养在身边 养眼她又有什么错 她又不是 想要挑十个八个男模 大背童眠 所以 为什么不能满足她这小小的愿望 于是简微微直接拍了板 就算你今天拒绝了我 宋阿姨也会给你找 其他的相亲对象的吧 你总不能一直拒绝下去吧 所以宋元 你要不要考虑跟我结婚 我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这么快 就多出了一个新鲜出炉的女朋友 协议结婚 两者双赢 缓缓吐出一口气 驱散掉自己内心复杂的心情 我看向自己新鲜出炉的女朋友 简微微 她就站在桌前 双手撑着桌子 凑近我的脸 用一种奇异的眼神打量我 自从刚刚她知道 我之前和江宁月在一起时 家里无论是做饭扫地 还是洗碗全归我 而且 我还乐在其中 十分满足时 就一直用这种奇奇怪怪的眼神看我 我感觉有些不自在 刚想往边上挪点位置 却被简微微一把握住了手 最后只能无助地听着她一脸真诚地发问 宋妍 你前妻究竟是怎么想的 你不抽烟不喝酒 不赌博 不玩游戏 还贤惠顾驾 工资全部上交 性格好 又没有恶心恶癖 还家务全包 结婚后妥妥一个漂亮人夫 她怎么舍得跟你离婚呢 毕竟这可是多少富婆 梦寐以求的漂亮人夫 贤惠又顾驾 长得还好看 多少女人娶老公 都想娶你这种的 可我是男的呀 怎么要用娶这个字 我眨了眨眼睛 而且她说得太夸张了 我从不觉得自己的性格讨人喜欢 因为江宁月从来只会觉得 嫌弃我不如陪则强势霸道 只觉得我性子温吞 实在不讨人喜欢 你别不信 你觉得我为啥不想结婚 还不是因为正常男人少 导致我快嫌男了 而你不仅正常 你还长得好 不仅长得好 还贤惠顾驾包家务 绝对是很多女人梦中的老公 有了你 连赚钱的动力都有了 简微微见我不信 连忙出言 试图说服我 我虽然觉得 她是在夸大其词 却也只是好脾气的笑笑 简微微气到跺脚 她长得好看 就连生气了 在外人眼里看来 也像是小女朋友 赛宠男友撒娇 直到我听见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宋年她是谁 是江宁月 我转过身 看见不远处的江宁月 牵着裴夕的手 就像捉着了出轨的老公一样 一脸质问地看着我和简微微 简微微的头凑过来 像是在捅我摇耳朵 你这前妻 不是跟你离婚了吗 怎么搞得跟抓奸一样 我摇摇头 轻声说不知道 我的确是不知道 江宁月为什么是这样一副态度 她该高兴的才对 而不是如今这样气愤的模样 毕竟她那么努力 想要和裴泽在一起 我以为她在看见我和其他人在一起之后 会为我不再纠缠她 而松一口气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会放下心 懂了 简微微像是听到了 突然听见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一样 眼睛都亮了 我还以为我俩以后应付一下爸妈就可以了 没想到女朋友这个职位刚上岗 就要面对这么做马的剧情吗 爱了爱了 我有些无奈 只觉得自己要是有个妹妹的话 大概也是她这种模样 简微微的声音压得很低 江宁月听不见简微微跟我说了什么 只觉得她在跟我打情骂靠 她的手不自觉地攥紧 指甲线在肉里 红着眼眶质问我 宋妍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周围有听见动静的人 忍不住这边张望 抢了我的联姻对象 还不知道我不是谁 简微微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最后还得看我 她昂着头 轻密地挽着我的胳膊 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 这位大婶 我跟她都快搂一块了 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 她做做地捶了一下我的胸口 那肯定是不纯洁的男女了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俩可以当场我一个给你看看 她做事要轻 直接把江宁月气得不行 江宁月咬紧下唇 眼眶微红 脸色发白 一副惨遭背叛的样子 我下意识地 想要上前安慰她 可下一刻 却被人拽住了手 简微微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宋岩 你有没有出息啊 这就心软了 她明明就是在吊着你 在她眼里 我就是一个眼瞎的大怨主 我有些无奈 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解释 自己刚刚真的只是下意识反应 因为习惯性照顾江宁月 暂时还没改掉的下意识反应 泛白的嘴唇 几乎要被她咬破 可江宁月 就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样 眼睛死死地盯着对面 面前的男女 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侣 宋岩她 宋岩她 宋岩她怎么可能会爱上别人 她明明那么爱我的 明明宁愿为她背负上所有的骂名 明明就算不舍 却还是选择放手离开 这样宋岩 怎么可能还会爱上别的女人 宋岩一定 一定是被别的坏女人给勾引了 她牵着裴夕的手 不由自主地加重了力道 就连裴夕按纳不住疼痛发出的痛呼声 也被她一并尽数忽略 宋岩肯定是被坏女人骗了 毕竟她那么好骗 只要随随便便说几句示弱的话 被其他坏女人盯上也很正常吧 所以她要让宋岩看清她女友的真面目 江宁月当然不觉得她是爱着宋岩的 毕竟裴泽才是她想要共度余生的男人 至于宋岩 不过是她在跟裴泽达成happy end之前 遇到的一个为她无私付出的好心朋友罢了 分手了都还能做朋友 那离婚了当然也能做朋友 所以她只是在关心她罢了 毕竟夫妻一场 她才不想看到宋岩被骗的家破人亡 她只是好心 江宁月面色惨白 身形摇摇欲坠 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裴熙受不了有人欺负她的母亲 也受不了曾经对她视如珍宝的宋叔叔 对她视若无睹 天才宝宝的 占有欲是很强的 虽然她看不上没有出息 恨不得天天黏住她妈妈 甚至连不是她亲生的自己 也能被她视如挤出的宋岩 可这并不代表 她能够接受另一个女人 抢走了她妈妈的位置 尤其是 她还可能跟宋岩生下一个孽种 然后那个孽种会夺去曾经宋岩 给她全部的父爱 这是不被她所允许的 谁会嫌弃自己得到的爱太少呢 就算那个人是自己讨厌的人 但裴熙也不会允许宋岩把她不要的 嗤之以鼻的 廉价父爱丢给别人 所以 她松开拉着姜宁岳的手 故作轻腻地 上前拉着宋岩的衣摆 面上还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 好像真的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孩 宋叔叔 你这么快就喜欢上其他阿姨了吗 那妈妈怎么办 空气好像安静了一瞬间 简微微嘴角一出一声冷笑 裴熙好像没有察觉出气氛不对 她可怜兮兮地看向简微微 好像是才反应过来 说错话了一般 受惊式地捂住了嘴巴 哎呀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没有人看得见的角落 她悄悄勾起嘴角 等着这位前继父的女友 当场跟她分手 没有人能够接受自己的男朋友之间 还那么喜欢另一个女人的 这个挑拨离间的手法 虽说低级 但是有用就行了 谁料接下来的事情 没有如她预料那般发展 简微微不仅不生气 反而格外得意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谁让本小姐的魅力那么大 让你宋叔叔对我一见钟情不说 还哭着喊着说要娶我 她吹了吹自己刚做的美甲 烟红的唇微弯 在身旁男人的唇上 落下一个轻飘飘的吻 亲人的香气中 带着暧昧温度 达令你说是不是啊 鼻尖似乎还存留着简微微身上的香味 我浑身僵硬地僵在原地 只觉得耳库后面热得不行 简微微看着我唇情的样子 觉得不可思议 这不会是你初吻吧 我耳间红红地点点头 简微微 她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不是结过婚吗 难道你还是第一次 我有些不自在地抿了抿唇 跟江宁月在一起的那六年 不是不渴望和她真正在一起 可就是因为太喜欢 所以才不愿意勉强她 比起身体微不足道的渴望 我更在乎的是喜欢的人的感受 更何况她心里有其他人 只是把我当成哥哥 那我就更应该勉强她了 简微微看我的眼神十分奇异 恋爱中透着不可思议的神色 看得我有些难为情 她突然戳了戳我脸颊的酒窝 弯了一下眉眼 宋妍 你这样好可怜哦 可是我很喜欢 江宁月站在一边 她看着简微微落在宋妍唇上的那个吻 看着他们之间轻易的举动 莫名的怒火涌上心头 她口不择言 宋妍 你之前还不是说喜欢我的吗 这才过了几个月啊 你就开始变心了 你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喜欢吗 那你的喜欢还真的很廉价 还好 我没有被你蒙骗 她可不管 自己跟宋妍已经没有了关系 无权再去指责她 她只知道宋妍这么快就忘了她 转头就爱上了别人 不是说爱我的吗 那为什么不止爱着我 不过是我选择跟其他人在一起了 你就转头喜欢上别人了 你的喜欢就那么廉价的吗 江宁月控制不住内心翻涌的恶意 扭曲的选择将所有的错误 推到了别人身上 我几乎是瞬间白了脸 付出不一定有回报 喜欢也从来都只是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 我从来都没有怨恨 为什么江宁月不爱我 毕竟从一开始 就是我的一厢情愿 可我从没有想过她会这么想我 原来在她眼里 我就是这么容易变心的人吗 我还以为 就算不是爱人 但我和她 起码应该也能称得上是 关系尚可的朋友吧 没想到 就连朋友 都是我的痴心妄想吗 既然这样的话 那在这六年里 你每次接受我关心的时候 是不是一边笑意盈盈 一边在心里觉得 我恶心呢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恶心的人吗 也许 是我想错了吗 我不愿意将自己曾经喜欢的人 往坏的地方想 忍不住在心中为她解释 可我失望了 每次看你像条狗一样 眼巴巴地讨好我 宋妍 你都不知道 我到底有多恶心 那一瞬间 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打碎了 看着江宁月 那张和以往一样 甚至比至以往 还要更加美丽动人的面庞 却再也没有往日那种 心跳加速的感觉了 我想 这次 我大概是真的不爱她了 这个女人的嘴巴 怎么那么丑 简微微抿着嘴唇 脚下的那双恨天高 被她踩得灯灯作响 她拽着江宁月的头发 毫不客气地 给了她一巴掌 不会说人话 就给本小姐闭嘴 啊 江宁月捂着脸痛呼出声 倒在地上 看上去像是个被欺负的小可怜 她双眼含泪 下意识叫 我的名字 宋妍 在她期待的眼中 我鸣锦唇 一开视线 走向简微微 你的手 打疼了吗 江宁月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任她怎么都没想到 宋妍会是这种反应 不是第一时间着急上前保护她 而是关心那个打伤她的疯女人 打人的手疼不疼 她的手怎么会疼 要疼也是她的脸疼 江宁月的表情 有一瞬间扭曲 宋妍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怎么对她 比起生气和委屈 她更恐慌的是 宋妍对她的态度 她已经感觉不到 宋妍对她的特殊了 她在宋妍眼里 好像真就成了一个陌生人了 明明她爱的人只要陪则 可是为什么 心会那么难受 比起被江宁月戳中伤处的难过 我看反而更关系简微微受的伤 她的手上坐着眉甲 甲面上镶着亮闪闪的碎钻 配着简单的线条勾勒 看上去十分好看 但要是断了 想必也很疼 我叹了一口气 一脸严肃地 看向简微微的手 简微微即愣了愣 然后摸着下巴 扎巴了下嘴 你别说 还真挺疼的 我还来不及担心 就听见她吐槽的声音 她的脸皮太厚了 打得我手疼 我沉默了下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最后只能勉强地安慰到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你的手有多疼 她的脸就有多疼 至于江宁月 一脸受伤的表情 我全当没看见 我又不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简微微是为了我出的头 我怎么可能去为了别人指着她 更何况 那人还是刚刚要和我 彻底断了关系的她 宋言 谁让你来纠缠我的女人呢 培泽 好好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到底是谁在纠缠谁 别老是基于别人的男人 看着为我出头的简微微 我奇异地觉得 自己现在是个 有大姐大撑腰的小白脸 是你 培泽对简微微 投来忌惮的视线 等反应过来 简微微维护的人是我后 她冷笑了声 没想到堂堂简家 大小姐的眼光这么差 居然看上了这种货色 要说眼光差 我哪里比得上你的小情人啊 居然看中了你 她的手指一圈圈绕着头发 看着对面两人 露出了意味不明的表情 培泽 如果你教不会你的小情人 不用惦记别人的男人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培泽刚想嘲讽简微微 只有她眼光才那么差 谁料低头就看见了 江宁月面色惨白地 盯着简微微和宋言紧握的那只手 宁月 她的眼中没了温度 你在我身边 到底在透过我看谁 江宁月下意识张嘴 抬头露出标志性的讨好笑容 阿泽 我当然只看着你 培泽盯着她的脸 半天没有说话 等到江宁月快维持不住 脸上的笑容 露出心虚的神色的时候 这才一开了眼 你最好真的没有 她像是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 否则我还会以为 直到现在 你依旧对你的前夫 救情难忘呢 毕竟你还是我 唯一的儿子的生母 我可不想你在外头 闹出什么丑闻 丢了我的脸 江宁月在她眼里 到底还是一个 用来随便玩玩的情人 她唯一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就是 她是她唯一儿子 培西的生母 那她自然不能给她戴绿帽子 否则 她培泽的面子 往哪里搁 培泽的言外之意 江宁月听懂了 她轻慢的态度 江宁月也看在眼里 她抿着嘴 忍不住地想 如果是宋言的话 她肯定不会舍得这么对她 毕竟宋言从来就不舍得 她受一点点委屈 她想到 这就不敢再想了 毕竟她也说不出来 刚刚自己心里面 是不是闪过了一丝后悔 培泽轻慢的态度 被我尽收眼底 有眼睛的 都能看得出来 江宁月在她眼里 只是个玩意 不用猜 我也能想到 江宁月这段时间 跟在培泽 一定不好过 她如果想要培泽爱上她 不说磨难重重 但肯定不容易 但我已经没有 想劝江宁月的意思了 感情的事情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外人替她看着难受 但说不定她自己 却是乐在其中 我垂下眼 更何况 我是真的已经放下她了 简微微惊奇了一下 我还以为 培泽这是遇到真爱了呢 看来也不过如此 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看起来像是小狐狸 大概是对面那边 已经处理好了 她们的感情情况 培泽后面 坠着裴熙和江宁月二人 路过我和简微微 所在地方的时候 停下了脚步 有的话 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但看在简小姐 差点就成为我未婚妻的份上 我还是好心 提醒你一句 还是注意点身边人比较好 免得到时候 被凤凰难缠上 到时简家百年家业 毁于一旦 她没有注意到 江宁月听见 她和简微微 差点连姻时 变得惨白的脸 只是意味不明地 瞥了我一眼 眼含轻蔑 不知道该不该讲就不要讲 你妈 难道没教过你 不会说话 就少说话吗 还未婚妻呢 我这辈子 就算是嫁给一条狗 也不会嫁给隐瞒 自己未婚生娃 情愿一大堆 恨不得让女方 头戴绿帽洗 当妈的人间之陷 而且 我的眼光比你好多了 我男友好看 听话又贤惠 就是可怜了一点 老是碰到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不过有了本小姐以后 我一定会保护好她 我忍不住低头看她 她挽着我的胳膊 下巴抬得高高的 嚣张又跋扈 像极了小说里的恶毒女二 活脱脱恶意 大小姐在世 简微微警惕地抬头 发现是我后 又立马松了一口气 怎么突然这样看着我 是不是发现 本小姐的惊人的美貌了 语气突然有点小得意 我点点头 无声地弯了一下嘴角 不仅很漂亮 还很可爱 简微微闹了得大红脸 小声嘀咕道 你这也太犯规了吧 谁受得了怎么真诚的眼神啊 裴则见简微微 不仅没有被挑拨离间成功 反而拉近 简微微跟那个 她根本看不上眼的男人的感情 就不由地憋着一口气 简微微本来是 她看好的联姻对象 简家就她一个女儿 公司肯定会落入她的手里 只要她娶了简微微 就能不费吹灰之力 拿下简家的家产 让裴家的产业更上一层 可偏偏这个时候 江宁月和裴希 打断了她的计划 江宁月六年前 不过是她公司的小职员 虽说跟她发生了一夜情 但过去了六年时间 她身边不缺情人 早就将江宁月望得一干二净 哪里想得到 有一天 她会带着自己的儿子 出现在她面前 也是因为这 裴则才知道 自己多了一个儿子 别管之前 裴则对简家有多少算计 等看到裴希的那一刻 她就已经知道 那些算计注定要打水漂了 因为简家根本不会允许 他们的宝贝女人 还没嫁进门 南方就已经有了一个 五岁大的私生子 而且除了简家外 就算是同阶级的其他豪门 也不可能把女儿嫁到裴家来 被打断的计划的裴则 虽说最开始 也验上了江宁月母子 可偏偏这么多年以来 她虽说情人无数 但一直没有孩子 而裴希可以说 是她现如今唯一的孩子 再加上江宁月不仅长得好看 还对她痴情一片 就算嫁了人 也为她手身如玉这一点 极大的满足了裴泽的虚荣心 所以才让裴泽在认下裴希的同时 也把江宁月 一起给认了下来 虽说裴家夫人的位置 不可能给她 但把人养在身边 也不是不可以 反正必须跟那个名义上的丈夫离婚 毕竟她儿子的生母 不能跟其他男人扯上关系 至于宋妍 她从一开始就没看得起她 不过是一个连女人都驾驭不了 还把其他男人的儿子 视如己出的窝囊废 可她偏偏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她最看不上眼的窝囊废 却偏偏拿下了她 一开始就想拿下的简薇薇 这让她又忍不住迁怒起江宁月 我看见裴泽头也不抬得走了 根本顾不得江宁月和裴夕追不追得上 本以为这会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次交集 却没有想到 某天开门的时候 我会看见江宁月临着瓢泊大雨 可怜兮兮地出现在我家门口 看见曾经的旧爱 可怜兮兮地出现在我门口 我意外地觉得心平气和 在犹豫 要不要直接把门关上 装作看不见的时候 江宁月委屈巴巴地 就要扑到我怀里 我下意识地闪过身 江宁月当场扑了个空 江小姐 还请自重 宋妍 她不可置信地开口 眼里闪过受伤的神色 你居然叫我自重 我皱了皱眉 觉得太悦解了 于是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我的小动作 没有瞒得过江宁月的眼睛 她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宋妍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我爱的人是你 我不要陪则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江宁月 你哪来的脸说这种话 屋内传来一道 冷嘲热讽的声音 简微微穿着一件过细的衬衫 披着半湿的头发 从卧室走了出来 你怎么不穿多点出来 明明眼前的景象 能让大多看到的男人心愿一马 我却拧着眉毛 一脸不赞同地看着她 更是直接拿出毯子 给她裹上了 明明才不小心淋了雨 好不容易洗完澡暖和了点 要再不穿后湿点 怕不是第二天就感冒了 简微微立马从当当的性感游雾 变成了裹成一团的残宝宝 她裹着毛毯 哼记哼记 我再不出来 你就要跟别人跑了 我手足无措地解释道 她不是我叫来的 我现在跟她已经没有关系了 不知道为什么 想到她可能会误会 我还没有放下江宁月 我就莫名觉得心慌 可能是不想让和约对象误会吧 我有些无措的想 我当然知道 你俩已经没关系了 可我这不是 怕有人趁我不再欺负你吗 她美好气地道 看着她满满的维护之意 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不自觉弯了弯嘴角 一旁的江宁月 已经顾不得简微微的冷嘲热讽了 她的脑子里 只有刚刚简微微穿着宋年的衬衫 从卧室里出来的样子 以及宋妍看向简微微时 饱含爱意的眼神 曾经的宋妍只会用这种眼神看向她 这明明是独属她的特权 如今却被别人抢走了 她难以克制 自己内心的恐慌和嫉妒 举着巴掌向前扑去 贱人 你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把宋妍从我身边抢走 面对突然发疯的江宁月 我下意识将简微微护在身后 江宁月眉甲上的碎钻 划过我的脸 我的脸上瞬间多出几道血痕 简微微猛地将江宁月推开 心疼地看着我的伤口 宋妍 你的脸 我反倒没觉得什么 反而还庆幸划伤脸的人是我 而不是简微微 毕竟女孩子的脸比我重要多了 我一个大男人 脸上多了几道伤 也不算什么大事 简微微倒是气坏了 她在确定我真的无视之后 转身走向江宁月的位置 一耳光直接甩在了她的脸上 江宁月脑袋嗡嗡作响 她下意识地看向我 可却看见我的目光 只投放在简微微的身上 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她 她终于忍不住自己内心的嫉妒了 简微微 我好不容易看清 简微微却主动从我身边抢走 是不是觉得很得意 她眼中的恨意不加遮掩 我皱着眉 忍不住挡在简微微面前 生怕她再次受到伤害 可简微微却主动从我身后走了出来 江宁月 你真的有你自己说的那样 喜欢宋年吗 你之所以回来找她 难道不是因为 培泽最近开始厌弃你了吗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被戳中了痛楚的江宁月 露出了难堪的神情 毕竟简微微的却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培泽最近已经开始厌倦她了 她开始怀疑她的忠诚 重新开始流连花丛 任凭她如何挽回都无济于事 就连她唯一的依仗 培熙也不站在她这头 在她想要让培熙 帮她挽回培泽的心的时候 她的宝贝儿子 却一脸鄙夷地看着她 爸爸那么优秀 有其他的女人不是很正常的吗 看着面前熟悉又陌生的儿子 江宁月这才厚之厚觉得反应过来 她不顾一切生下的儿子 比起自己这个 一直陪在她身边的生母 心早就偏向 从未照看过她的生父那里去了 她不甘心想要个解释 却被斥责是无理取闹 妈妈 你别无理取闹了 自己没本事拴住爸爸的心 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不要发疯拖累我了 要是被外人知道 你是个极度诚信的疯女人 你要他们怎么看我 真是的 我好歹是你的儿子 你就不能为我考虑一次吗 这些自私自利 又极其可笑的话 江宁月分外耳熟 毕竟她也曾经对宋年 说过类似伤人的话 她当初那些恶言恶语 被宋年说出口的时候 浑然不觉其中的恶意 只觉得痛快 却没想到 有朝一日 这些恶言恶语 会以另一种方式刺向她 软刀子搁在身上才知道疼 江宁月再也受不了 在她眼中 这个冰冷冷的 没有一点点爱的家庭 她只觉得窒息 可她仍然对裴泽怀抱着期待 裴泽一定是对她爱而不知 毕竟小说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高高在上的男主爱而不自知 伤透了女主的心 等失去后才开始追悔莫及 江宁月觉得 裴泽只是少了一个认清自己心的机会 只要裴泽认清了 她心里面真正爱的女人是谁 她肯定会抛弃那些阴阴艳艳 重新回到她的身边的 于是这时 她又重新开始想到宋年 如果是宋年的话 一定会帮她的吧 毕竟又有谁会比宋年对她更好 更死心塌地呢 虽然给了宋年希望再让她希望破灭 可能会让承受不住打击 但要是真喜欢一个人的话 短暂地拥有过不就好了吗 她已经算是在给她圆梦了 她怀揣着自己的小心思 来到宋年的家 却看见有人把宋年给抢走了 这下最后一个 会永远包容她的人也没了 江宁月终于受不了 这个沉重的打击了 贱人 你们都是贱人 一个水性羊花 到处勾引男人 一个疑情别恋 转头就爱上别人 这骂得也太难听了 我抿着唇 下意识地捂住简微微的耳朵 不想让她听见 这些难听的话 却不曾想 江宁月反倒是被刺激得更严重了 她又哭又笑 想要扑上来扭打 却被我一手推开 宋言 你不是喜欢我的吗 你的喜欢 就这么廉价的吗 我才离开你多久 你就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我下意识地想要反驳 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 都反驳不了 脑子轰得炸开 我觉得有些羞愧 我自以为 自己只是将简微微 当作合作伙伴 却不曾想 自己对她的心思 一点都不清白 这个时候 起尽否认 是最好的选择 只要否定了江宁月的话 这一切的纷纷扰扰 就再也与我无关了 可我既不想让一只好心维护 自己的简微微失望 也不想要否认自己的心 所以 是的 我喜欢她 江宁月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 等着我反驳 却不曾想 只能等到我这样的回答 空气好像凝制了片刻 她冷笑 果然这六年来你 对我都只是玩玩而已 否则怎么这么快 就爱上了别人 我的确是喜欢过你 当初也是真心 想要跟你在一起的 我看着江宁月 那张美丽动人的脸 却再也没有了 之间让我怦然心动的感觉 看着眼前人怀念的神情 江宁月本该自得的 可如今 她却莫名感觉到心慌 总觉得 下一刻 她就会说出什么 她根本就不想听的话 可这个世界上 没有如果 江宁月 我不是你的所有物 我不会一直留在原地 等你回头的 胡说 你别诬蔑我 江宁月大声嚷道 好像只要嚷得最大声 就可以掩盖得住 自己内心的心虚 明明是你一情别恋了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结果我前脚离了你 后脚你就爱上了别人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说到这 她的眼底浮现出深刻的恨意 就算她看不上宋妍 可有人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 自己又怎么可能不虚荣了 更别提宋妍在其他人眼里 也算得上是优质骨 就算她为了陪则 抛弃了宋妍 她依旧笃定 宋妍会选择 在原地等她 乃曾想到 转头就被人翘了墙角 说到底 你就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呗 简微微出言嘲讽 这六年来吃她的 用她的 穿她的 嘴上说着 把她当哥哥 狮则一直把她当备胎 现在备胎要跑了 你着急了是不是 我本来都还没打算去找你麻烦了 结果你自己偏偏要撞上来了 既然这样 咱们的账就要 好好算一算了 我跟你有什么账好算的 江宁月顿时警觉起来 简微微挡在我面前 眼神却冷得吓人 当然 是你和宋妍的一屁股烂账啊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把哥哥吗 现在亲兄妹都要明算账 你这个非亲非故的 怎么好意思一直占她便宜呢 正好把这些年 你占的便宜 都还回来吧 江宁月的下唇 都快被咬破了 她哪里想得到 简微微会突然来这一招 明明她一直贬低着宋妍 就是为了混淆重点 把错误全都推到她头上 最后引起她的愧疚 哪里想到 简微微会直接把桌子给接了 可看着简微微高高在上的那副姿态 她心中憋着一股气 瞥了一眼被她护在身后的宋妍 心想着简微微不让她好过 那她也不让她好过 谁说我那时不喜欢宋妍的 她喜欢我 我喜欢她 我俩那时又是夫妻 她乐意给我花钱 你管得着吗 江宁月笃定 简微微一定受不了 她这些刻意的话语 她心中怀揣着恶意 满心期待地 等着眼前的两个人闹起来 却看着简微微 一脸淡定地掏出手机 简微微 你在干什么 看着简微微拿着手机 不知道在干什么 江宁月顿时心生不祥的预感 当然是好心 把你刚刚说的那些话 发给裴泽了 就动动指头的事情 很快的 你不用感谢我 这对江宁月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裴泽本来就已经怀疑她的忠贞了 要是再听着这段话 她还能挽回得了它吗 可要是还钱 她又怎么可能还得起 宋妍的工资 在普通人眼中绝对不低 一个月加上各种绩效奖金 可以到手整整五万 看似很多 但根本不够她花的 为了能够配得上裴泽 她用的东西 从来都只是大牌 这点钱她随随便便买个包 就花得差不多了 反正又不是自己赚的钱 花起来不心疼 可要是从自己口袋掏出来 她肯定是肉疼的不行 也不是不能刷裴泽的卡 可裴泽喜欢贤惠的女人 她不想给裴泽留下 自己是为了她的钱 才跟着她的坏印象 江宁月心里想的什么 简微微看得一清二楚 这笔钱不还也行 只要你以后别再蹦到 我和宋妍眼前就行了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 江宁月来时信心满满 可偏偏现在只能被简微微威胁 整个人憋屈的不行 却又根本舍不得拒绝 江宁月起身 满心的怨恨不甘 让她根本就这样丢脸地离开 她看着面前的两个人 决定就算是离开 也要在他们心里埋下一个钉子 于是 她特意凑到简微微耳边 简微微 你难道真的不在乎吗 宋妍当初可是为了我花了那么多钱 而且我没猜错的话 她到现在都没有在你面前贬低过我吧 你难道就不怕 她压低声音 眼神挑衅极了 就不怕 她对我救情复燃吗 江宁月本来想要激起简微微的嫉妒心 可却听见简微微满不在乎的声音 她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是个靠贬低前任来博得现任好感的男人 那么一开始 我就根本不可能看得上她 而且之前为你花钱怎么了 反正以后她的钱全都是我的 你再也别想从她手上占到便宜 还救情复燃 你想的还真是美 简微微眼神冰冷 你觉得 我会给你再一次伤害她的机会吗 江宁月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她几乎是落荒而逃 可我此时的注意力 却全都在眼前人身上 简微微的脸逼近我 近到我可以感受到她的呼吸声 宋妍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啊 那层薄薄的沙终于被捅破了 简微微的眼睛清澈见底 我匆匆一开眼 仿佛多看一眼 就照出了我不堪的内心 我难以自意对自己生出厌弃 明明简微微对我这么好 将我当成她的朋友对待 我却对她怀了那般不堪的心思 她值得更好的人 而我也不该再去尝试触碰月亮 也许现在分开的话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正当我强忍着心疼准备开口的时候 一个吻落在了我的唇上 墨地睁大眼睛 耳边就听见了简微微理直气壮的声音 既然你不主动的话 那就换我主动了 她的爱意惶惶 烫得我忍不住一开眼 可是你值得更好的 我的嗓子却干涩得不行 这不是跟过家嫁一样的合约婚姻 她值得更好的人 什么是更好的 难不成是裴泽那样 基于我家家产的人吗 还是说 其他借着我简佳往上爬的凤凰男 听着她举的一个一个例子 一股酸软的情愫 充斥着我的心脏 可是我更知道 我不该有着她这样的 喜欢一个人 是想要她变得更好的 你明明知道的 我说的更好的人是什么 不是那些仗着家世 仗着女人往上爬的人 也不是我 而是更优秀的 更出色 能与你志同道合的男生 就在我陷入自卑情绪的时候 一双温暖的手拖住了我的脸 你说的没错 这个世上的确是有优秀好男人 但万一 我遇见的那个人 只是伪装的比平常人好呢 你舍得 拿我一辈子的幸福 去赌这个概率吗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 你对我来说 才是更好的人 更何况 她突然将我壁咚在墙上 笑得肆意又张扬 骨子里的墙势 显露无遗 宋妍 你吃醋又委屈的样子 真的很像个小娇娇 做我的老婆的刚刚好 自卑的情绪瞬间就被打破 我的耳垂烫得吓人 连话都说不清了 老婆明明是 明明是形容女性的 是什么 简微微把我摁在墙上 理直气壮地反问我 老婆是一种态度 不是一种性别 而且宋妍你 那么漂亮 那么娇 还那么听话好骗 不和我在一起 万一被其他的坏女人 骗了怎么办 面对她的强势 比起难为情 心里更多 却是对她战友 欲十足的表现 感到高兴 我这才意识到 原来我也是个 自私卑劣的人 即便是说着 让她奔向更好的人 却也依旧会为她 毫不犹豫地选择 暗自欢喜 选我的话 你真的不后悔 手指忍不住钻井 就允许我问最后一次吧 如果这次你 还是这个回答的话 就请允许我自私一回吧 我感到了恐慌 是对我三番四次的拒绝 感到不耐烦了吗 又或是已经 对我感到厌倦了 就在心即将 沉入谷底的时候 我听见了一道 微不可查的叹息声 我会继承解释 我想要跟谁在一起 只能由我自己来决定 爸总的位置 不可能给你 但是总裁夫人的位置 你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所有 我亲爱的宋先生 你要跟我结婚吗 我和简薇薇的婚礼 还在筹办中 可我已经成了一个 两袖清风的穷光蛋 嗯 其实是钱全在老婆身上的 幸福穷光蛋 你是不是傻呀 万一哪天我真的跟你分开了 你就不怕自己 净身出户吗 看着那份婚前财产协议书上 条条件件 只对自己有利的 婚前财产协议 简薇薇在感到 不可思议的同时 心中只有对宋年的心疼 比起简薇薇觉得 我是个傻子 我反倒觉得 没什么要紧的 一个女孩 愿意步入婚姻 所需要的勇气 和所下定的决心 远远不是一个男人 可以明白的 就算两人是两情相悦 我也不能将她的付出 视作理所当然 金钱不能用来衡量 一个人是否爱你 可就算如此 我也愿意 用自己全部的财产 用来作为 她安全感的来源 即便她可能不需要 而且 看着简薇薇心疼的眼神 我羞愧地一开了眼睛 我有自己的私心 这样的话 她会不会更心疼我一点 我怀揣着卑劣的私心 以及虔诚的爱意 在她额前 珍重地落下一个吻 请爱我一点吧 再多爱我一点吧 最起码 再多爱我久一点 今天12月月底 简是女总裁简薇薇 和她的未婚夫 在海市举办婚礼 这场婚礼 在网上被称为世纪婚礼 诸位来宾真诚地祝愿 简总和她丈夫 能够幸福美满 电视上的主持人 在念着注词 可唯一听见的人 却在别的地方 厨房的水冰冷又刺骨 即便江宁月的手动的通红 她也依旧要做菜洗碗 裴家家大业大 当然不缺洗碗的仆人 不过是有人故意在搓磨她 为了不让裴夕成为私生子 也因为同阶层的附加千金 根本不愿意来当这便宜后妈 裴母才让裴泽娶了江宁月 可看不上眼的儿媳妇 娶回来放在家里 裴母看了就觉得晦气 宁肯把花了钱请回来的保姆 放在边上供着 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媳妇 在家里好吃好喝地待着 外面响起熟悉的脚步声 是裴泽回来了 江宁月擦了擦手上的水 想要扶她回房间 他们两个挨得很紧 江宁月看见了裴泽脖子上 耀武扬威的大红色口红印 以及她身上挥之不去的香水味 那是另一个女人留下的印记 江宁月想生气 想把裴泽叫醒 质问她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可她一怒之下 就怒了一下 照样像旧社会的奴婢一样 好生伺候着 裴泽脱下衣服鞋子和袜子 给人伺候的舒舒服服之后 又跑到裴夕的房间哭诉 她当着自己的儿子 疯狂地咒骂裴泽身边出现的 所有女人 那些人都说是 基于她地位的不要脸的小三 直到她听见她儿子不耐烦的声音 妈妈 你如今已经是裴夫人了 能不能不要老是斤斤计较 警惕这个 警惕那个的 你知不知道 这样很丢我的脸 房间的门关上又打开 屋内又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隔壁睡着她 天天在外榴莲花丛的丈夫 而她当年不顾众人反对 也要未婚先孕的骂名 也要剩下的儿子 却只嫌弃她丢人 她看着空荡荡的面前 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 明明她已经如愿地嫁给裴泽了 可自己却还没有 没嫁给裴泽是幸福 就连唯一的儿子 也跟她离了心 她又忍不住想到宋妍了 要是是宋妍的话 她肯定舍不得这样对她 她会把她捧在手上 连一点委屈都舍不得她受 又怎么可能会让她 干着这些脏活累活 她也会是个好父亲 对裴希也能视如己出 如果她没有 为了裴泽离开她的话 裴希肯定已经在她教导下 成为一个好孩子 她越想越难受 然后就听见了外面的下人 隐隐约约在讨论 剪家大小节的世纪婚礼 江宁月忍不住拿出她的手机 直播间里 新郎正准备向她的新娘宣示 弹幕上所有人都在说 他们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可江宁月只觉得嫉妒 为什么她这么惨了 他们却能这么幸福 她突然生起一个疯狂的想法 她要所有人陪她一起感受痛苦 锋利的水果刀 在手腕划了一道口子 烟红的鲜血流满了一地 江宁月不顾手上的疼痛 挣扎着拍下手腕的伤口 宋妍 你如果不来救我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 连同的图片消息 一起拨打出去的 是一通电话 江宁月死死地盯着直播间的画面 等着宋妍手机响起 她将简微微抛在现场的那一幕出现 结果却只看见 两人四目相对 深情相拥 江宁月的笑容 僵在了脸上 她这才注意到 自己的联系方式 都早就已经被拉黑了 无论是短信 还是那通电话 最后通通都没有打出去 怎么就偏偏那么好运 江宁月恨得目自欲裂 失血过多的她 一头栽倒在地上 手机里的新郎 在深情地亲吻着自己的新娘 手机外的江宁月 却只听见自己丈夫 冰冷冷的声音 江宁月又在胡闹什么 给了你裴夫人的位置 还不够吗 你还要闹着割腕自杀 给我裴家丢进脸面吗 等这件事结束之后 我们就离婚吧 裴夕不能拥有一个 既不能给裴家带来利益 还会给裴家蒙羞的母亲 这个江宁月抛弃一切 也想要得到的裴夫人的位置 最后终于也抛弃了 江宁月缓缓地闭上眼睛 眼角浸出眼泪 名牌大学的学历 宋颜全心全意地喜欢 其他人羡慕极度的眼神 她明明最开始握着一手好牌 怎么最后 把日子过成这样了呢 婚礼的现场上 我浑然不觉裴家发生的闹剧 反而深情地亲吻着自己的新娘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神明的话 请保佑我能和我爱的人 长长久久地在一起吧 为此 我愿意用一切作为交换的代价